台中国立中心大学学生们自制了18个系所的微电影 还找来正妹学生担任女主角 没有想到宣传的效果超级好 才推出了几天的时间点阅率就破万人 还有不少高中生看到纷纷留言说 为了学姐决定要念中心大学 学生披上实验白袍担任女主角 为大学招生拍摄伪电影宣传 饰演一名外星人 我听不到 22岁的瑜伽化 生命科学系四年级 第一次参与演出就有亮眼的表现 但其实他私底下说超怕自己演不好 最困难的是就是在表情方面 要用表情呈现就是剧情内容 然后还有就有一段有哭戏 然后就是要想着过去比较难过的事情哭着 这次的话我们用微电影的方式的时候 学生其实参与度蛮高的 由于别于以往招生都是用纸张宣传 叫不环保 现在改拍的微电影宣传 不仅符合时代趋势 效果超好又更能引起学生们的共鸣 接下来吴福燕海中报道